大家好,我是Dotter Learning的空手李昌 很好心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初步的成果 读书会的缘起是因为 不管是Web3的世界 或者是许多喜欢经济民主的一些朋友 大家其实都希望能够来解决公共利益的这些问题 但是选择路径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用读书会的形式来做交流 那这个读书会不会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太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有个举办一次 我们会建议大家跨界任务主题 Web3的朋友读 不是Web3的书或反制 那这个相关的心得可以是批判没有问题 那希望用仪式感跟承诺达成Presentation Driven的Reading 那这个除了承诺读书的人以外呢 其他人可以feel free的参与 不读书也没有关系 那重点在于跨界交流 所以鼓励跨界阅读 那我们的初步成果呢 第一次的读书会呢 我们由刘维仁读了元宇宙 以及黄东宁读了自由的载廊 那元宇宙这本书呢 其实是探索元宇宙不等于去划练 技术的可能以及它的边界 以及这个技术可能对这个社会带来的一些冲击与改变 自由的载廊呢 则是在谈到呢 公民社会与国家力量呢 如果公民社会的力量太强 国家力量太弱 那可能会变弱弱强势 国家力量太强 那我们看中国就知道了 所以要达到一定的平衡 才让国家普遍的发展 那当然这两个力量 有时候它进途的非常快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没有动 这些所谓的洪皇后效应 那第二次的读书会呢 由这个 诺阿 来帮我们读这个 规格的乌托邦 以及利便读 Vision谈到的这篇文章 那规格的乌托邦 其实他谈到呢 对效率的追求呢 最终会出现科程 那讨论官僚和体制中的暴力呢 以及这个如果毫无规则的状况下 其实不一定大家期待的 那Vision谈到这篇文章 我们提到呢 有些决策呢 适合在两边之间 光谱中找到一个好的一个中间点 适合大家群众智慧 另外一种呢 很有可能是呢 需要两边的极端 其实是种会比较好的 那也比较的歇与语习 以及租权威士的一些组织的状况 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个 会者路途邦的导独传协人 萧玉和来跟我们分享 他提到我们在台湾 萧玉的时候 其实要去注意 成本的转家到哪里 以及呢 其实我们不会喜欢 在没有规则的环境 想要 这样落落墙时 人们的权益没有办法被保障 所以先用主权 才会有契约的这个基础 那这两场读书会呢 都有一项记录 欢迎大家回顾 不过呢 我们的共鸣比较同好 所以欢迎大家帮忙做摘掉笔记 让后面的人呢 看起来比较快 那这些相关的资料 欢迎大家参考 那第三场读书会呢 那由于我们跟卫尔山佛欧的飞艺读书会呢 有同样想要读的议题 所以我们合并去办 会谈 没有人自己做孤岛谈 民族的基础设施 以及FA13这本书呢 谈区块有技术 奔山市区中心化的技术 有没有可能成为艺术的基础设施呢 那这两本书 我们会在菲力书店 在2月23号 礼拜四一起来阅读 那这是个虚实整合的活动 那这是我们暴雨 当然欢迎大家参考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一起思辨 一起讨论我们的可能 谢谢大家